頭暈耳鳴的原因更多 其中頭暈最常見是因為來自氣血不足 而很多時有低血壓和貧血的患者就最常見 耳鳴方面我們喜歡說腎開竅於耳 所以很多時耳鳴就是由於患者有腎虛的表現 而一般我們可以透過中藥、針灸或配合食療 可以改善患者氣血不足和腎虛的現象 去改善頭暈和異名 皇帝內經由記載 女士腎虛始於六七四十以上左右 三羊開始默虛,頭髮開始變白和脫髮的現象 而到了七七四十九歲 就開始出現沖淫默虛、天攜呼蝶、腎氣減弱 開始有停經的現象 女士到了這個年齡都會出現一些更年期的症狀 例如頭暈、耳鳴、心房、失眠、容易疲勞、腰酸、背痛 皮膚的光澤出現一些暗啞 另外皺紋也容易產生 這些都是一些腎虛的現象 如果有腎虛的症狀 我們可以服用龜板、鹿角膠、人參、忌致 我們稱為龜龍二仙 再配合河手烏、天麻、屬地這些藥材 可以補五臟的血血和腎的陰陽 以上這個造方有滋陰陽血抗衰防流功效 可以有效改善頭暈、耳鳴、腰酸、背痛等腎虛的現象 而腎的服用更加有延年益受的功效 適合一些上年的女士 無論她的體質是氣血虛弱、腎羊虛或腎氛虛 亦都適合服用 柯膠主要的成份是奴皮 它主要有滋陰養血的功效 但它未必能完全改善腎的現象 其中還有脾胃虛弱和虛筆受保的人 便建議不適合服用 相比之下龜爐耳鮮主要的成份有 六角、龜板、人心、狗己 更加適合氣血虛弱和腎虛的人士 而市面上有包括龜爐耳鮮和含有黑鎮四寶的保健品 都不失為女士調理身體的好選擇